沒錯 事實上今天新莊發生這樣的一個孤嫂不幸事件 過去在婚姻哪裡呢 希羅奇案 塞蕾這邊有一個奇案 是什麼奇案呢 絲瓜下毒奇案 那麼事實上呢 就是因為大嫂跟弟媳婦 我們當時都是住在山河院嘛 都住在以前山河院 都住在山河院 隔壁這樣嘛 那各自有各自的小孩 然後呢 各自會種不一樣的東西 結果他們一起養豬 又為了養豬的競爭等等就不爽了 不開心啊 再加上小孩跟小孩 你打我的童 我打你的童 有沒有 吵了很多 然後最後 因為這個等於說弟媳婦這邊呢 有種絲瓜 那麼為了小孩去弄絲瓜的方式 那個罵他的這個等於說大嫂的孩子 非常生氣 他忍很久了 大嫂那種隱忍啊 然後呢 非常生氣了以後 他竟然做一件事 各位 你絕對想像不到啊 有當時我們跑社會新聞 最怕的是老是人犯案 老實人 他跟那個黑社會 黑社會跟他打打的 絕對不會太過分 不然連我來去看 對不對 可是老實人犯案 他是不管一三七二十一的 他就是很生氣 我要解決你這樣子 他竟然探訪了 因為他知道他的弟媳婦有個習慣 都會去採那個成熟的絲瓜 然後立刻去煮麵 他竟然在半夜的時候 去買農藥巴拉松 然後呢 找了成熟的絲瓜 頭頭的農 瘦瘦一坑 然後把那個巴拉松的農藥灌進去裡面 然後呢 結果呢 隔天中午 因為弟夫 因為這個等於說 先生先出去了 他沒吃 但是這個弟夫 就去採那個成熟的絲瓜 就是被灌巴拉松這個 切切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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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是他下毒了以後 你知道嗎 求儲死刑 一審死刑 二審死刑 一直判 可到後來啊 這個案子判他無期徒刑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呢 為了還有一個爭議點是 那麼絲瓜把農藥灌進去以後 是不是可以毒死人啊 是不是真的能夠毒死人 會不會隨著時間稀釋等等 還當庭做了一件事 可能是我們現在台灣的法庭上 唯一煮過一次麵的 就有法醫用一樣的手法 找來一樣的絲瓜 那麼找來農藥巴拉松 然後挖一個洞 然後算時間嘛 算那個時間 這個毒要灌進去以後 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隔了幾個小時 然後呢 當庭切那個有毒的絲瓜 當庭煮麵 不過可憐的鴨子就倒霉了 給鴨子吃 對 因為要證實有沒有殺傷力 是 就真的當庭找來了一隻鴨子去吃那個麵 瑞德 沒有殺傷力 怎麼可能一次吃到麵的三個人都死掉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這真的是一種狡辯吧 結果鴨子就當庭死了 所以後來就認為還是有他的可能 但是後來呢 鑑於說 考量到說 他是因為長期走離不可 然後再加上孩子 剛好被罵被什麼東西 所以最後沒有判他死刑 最後判他一個無奇徒刑